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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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到底在哪裡啊 該不會還在後台吃便當吧 又我 我跟關聖帝君情侍過 當天他給我九個聖杯 加槍裡九發子彈都卡彈 我走 如果沒有那就是天意 就是上天懲罰你玩弄蒼生 現在誰要從後面離場的 我 時間快到了 10 9 8 7 好了啦 還要玩多久啦 幹嘛 現在我唸一次 你跟著我唸一次 我樂愛康復 我樂愛康復 我樂愛凡靈 等一下 是台下觀眾看不下去了 歡迎來到凡士林便利商店 我是現在的值班人員迪欣 我是班比 相信各位新顧客都是第一次光臨本店 那我們為你們介紹一些相關事項 廠內飲食 廠內商品應有盡有 如有盡 廠內商品應有盡有 店長很討厭別人偷渡零食進來 因此廠內禁止飲食 廠內禁止飲食 店內的飲料相當甜美好喝 當你不小心喝多想上廁所時 廁所在左後方出口左轉 廁所在左後方出口左轉 要是在使用店內微波爐意外爆炸時 逃生出口在左後方 逃生出口在左後方 強光會刺激 基因脆弱的店員除變 所以手機請關閉閃光燈 手機請關閉閃光燈 而我們店員也會非常殷勤地 招呼客人 也請大家不要吏聲你們的掌聲 請不要吏聲你們的掌聲 說完這些相關事項 相信各位顧客都已經了解 我聽說今天有一個貴賓要來 我只聽說有一個心靜的店員 而且難道他的背景很硬嗎 不是啦 但他也太會挑日子吧 怎麼偏偏要今天來啊 今天6月10號 6月10號是什麼大日子 你不知道嗎 好啦好啦我當然知道啊 歡迎康蓮大哥姐上台 請康蓮大哥姐從右手邊上台 左手邊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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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各位好 我是來自康蓮聯盟社團志工服務隊 西村大姐 我身旁的翠吉蘇大哥 那很開心也很榮幸 今天可以被邀請來到 帆麗康蓮社的色情現場 那今天呢 從進場到現在這個 站在舞台上面的時刻 都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耗費很多精力 還有很多時間去做準備 所以希望等一下大家呢 可以在他們表演的時候 給予最熱戀的掌聲跟尖叫 那這邊呢 康蓮聯盟有準備一份禮物 要送給他們 裡面有康蓮聯盟的賀卡 還有專屬設計的 翻面康蓮社的貼紙 那也希望他們收到禮物 那等一下結束的時候可以看一下 然後最後呢 有一項資訊要通告給大家 就是打開你們手機 追蹤跑跑社群人的IG kfa.runrun kfa.runrun 趕快追蹤 那也希望等一下呢 帆麗社群可以一切順順利益 那就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康蓮大哥姐 好 這說來 我們這個凡事順變成這樣 也是經營好一段時間了 對啊 少了這些老顧客 我們沒有辦法延續到今天 歡迎 歡迎十到十九屆老人們上台 請老人們右手邊上台 左手邊下台 好 嗨 大家好 我是凡林十一屆的社長 我叫邵鋼 我是十一的活動 我叫胖胖 胖胖好 我是凡林十五屆的副社 二十七屆的學弟妹 以及在場的所有老師 康蓮大哥姐 以及親愛的家長們 大家下午好 好 好 很開心今天又站在二十七屆的社慶會場 那凡林從十一屆開始陸續各屆辦理的社慶 懲罰是我們每一屆的每一屆 好恐怖喔 是我們每一屆學弟妹的傳承 那現在傳承到了二十七屆 感謝我們在場我身旁的社長 以及我們台下的每一位凡林的成員 以及在場來到我們現場所有的好朋友們 稍後請不要給不要吝嗇給我們二十七屆 最熱烈的掌聲大家說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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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凡林從辦理社慶開始呢 一群老人已經畢業了 也出了社會 所以我們每一屆社慶的時候都會準備一點心意 那因為今年通貨膨脹有稍微再加百分之二十 那我們就請接收 好 好 那凡林各界都有很好的傳承 那祝福我們的學弟妹以及祝福我們凡林越來越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十到十九屆的老人 讓我們歡迎二十到二十五屆的老人們上台 請老人們從右手邊上台 左手邊上台 好 好 大家好 我們是二十到二十屆老人 那希望各位家長跟各位夥伴不要吝嗇你們的掌聲 那他們也是花了非常多時間 然後來為大家呈現一場最好的演出 那感謝家長的支持 也感謝夥伴們的支持今天到場 那也感謝他的指導 他們的指導 然後很熱心的幫他們服務 對 吳承宇耶 來我們現在請各位家長 給我們指導一個掌聲好嗎 謝謝 OK 好 那就是最後 感謝大家今天的莉玲 那請大家不要吝嗇你們的叫聲 然後為他們好好的加油打氣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二十到二十五屆的老人們 你還記得造就我們現在的上一代老闆是誰嗎 蛤 是誰啊 我怎麼不記得 讓我歡迎二十六屆拔媽上台 請拔媽們從右手邊上台 左手邊下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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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凡林康福二十六屆,我是社長施興宇 首先感謝今天到場支持二十七屆的指導老人家長還有你們的同學朋友有色謝謝大家今天的到場支持 然後相信我們二十七屆我看他們在這幾個月練習是非常辛苦 我相信他們有盡力做到他們的最好 也希望大家不要吝嗇你們掌聲給他們最熱烈的支持 謝謝大家 我是凡林康福二十六屆的輻射二哈 然後就是我覺得二期他們真的改變非常多 我覺得在這一年真的能有這樣的進步真的很不容易 然後請大家一定要好好觀賞這場色情 因為這場色情真的很屌很屌 謝謝二十六屆的八媽們 好多啊,我們還有一群非常老的顧客一直支持著我們 除了這些老顧客的支持也少不了投資我們的人 讓我們歡迎指導們上台 請指導們從右手邊上台 左手邊上台 左手邊上台 右手邊上台 非常實 steel 還有各位朋友 還有各位的學長姐 大家好 我是凡田康普27屆的指導 我叫大瓜 我是凡田康普27屆的實習指導 柯P 很高興各位嘉賓呢 能在這麼炎熱的中秋家庭 然後 欸 不好意思 早上午家庭 對 操控前來 好不好 那27跟28人很努力 花了很長的時間 準備了這場設計 那就請大家不要吝嗇大家的尖叫跟掌聲 那我相信他們一定是盜子的 好 那這邊呢 也想要跟各位在場的貴賓說 那相信在場的每一位觀眾 對於凡田27屆來說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群人 也因此 所以他們在這段時間 才會那麼努力的燃燒自己的青春 為了就是想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讓現場的觀眾看 那特別想要感謝一些觀眾 那第一個我想要感謝各位在座的師長 感謝你們平常在學校的教導和督促 所以他們才能夠在燃燒自己青春 享受康復生活的同時 可以不忘記自己身為學生的本分 和盡好自己的義務 那再來是感謝在座的各位有色 還有朋友 那感謝你們在這一兩年來 陪伴著他們 幫助著他們 他們才能夠一致致地完成各種大大小小不一樣的活動 又或者是去經歷大小小不一樣的事 也感謝你們平常的激勵 他們才能夠不斷地用自己的好勝心 去挑戰新的高度 那我相信在場的某些觀眾 也像我和柯P一樣 是成淵的畢業校友 那也是這間康復社的畢業學長姐 那所以呢 這邊也想要感謝我們的歷屆學長姐 感謝你們 不管過了多少年多久 甚至 我們現在是到了27屆嘛 甚至在場還有10屆11屆的老人 甚至可能還有更之前的老人 回來看 那我覺得 非常的感謝你們每年這個時候都願意 花時間出來幫助這群學弟妹 給予他們經驗和傳承 那尤其是 我們今年剛畢業的高端學長姐們 對 感謝你們在充滿著考試壓力的時候 還很常就是偷偷來覓我說 今天小孩有沒有來練活 那我可不可以去看一下他們之類的 感謝你們 然後呢 最後 我還想要特別的感謝在座的每一位家長 那 我覺得他們在這一路來 這一路來呢 之所以可以 這樣就是義無反顧地往前衝 可以毫無故事地往前衝 那當然少不了的就是各位家長一直以來的支持 那 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這樣他們才能夠在16 17歲的這個年紀 能夠站在這個地方 能夠站在這個舞台上 把最好的自己呈現給大家 那相信 這段時間各位家長也是非常的辛苦 那你們的孩子們也很常跟我就是有說 他們覺得你們很辛苦 因為最近爸爸媽媽都問我們說 你們為什麼都那麼晚回家 為什麼假日都會一直往外跑 沒有時間陪伴家人 你們這樣一直熱衷於康福 你們到底在康福社這個社團上 到底學到了什麼 經歷了什麼 又或者是到底達成了什麼成就 又或者是到底成就了什麼 那 我想要幫他們說的就是 在他們擔任康福社幹部 又或者是加入康福社的這段時間裡呢 他們不斷地為了要去 迎向不一樣的挑戰 每一次挑戰都是 老實說難度都是一直提高 這樣就是打怪的概念 他們也要一直地去面對新的陌生的人事物 進行交流和相處 那更多的是他們每次活動中 都希望能夠呈現出最好的自己 因此花束了非常大的努力 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在這一兩年時間 我看到他們有抱持的那一顆 為了一個簡單而純粹的理念或者是目標 而願意拉著夥伴們的手 而一起去共度各種重重的關卡 來努力去追求的那一顆心 那希望他們也可以永遠保持這顆心 記得這顆心 OK 那 我相信在這未來的日子裡 不管他們身處何處 這一段經歷都會是 能夠讓他們成為更好的自己 更好的人 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 還有養分 OK 那 在這裡想要請向各位 想向各位觀眾 借一下你們的雙手 請給在場的每一個你 每一個支持凡零二十七屆的你們 一個 一些掌聲 好 那 最後呢 最後 我話有點多抱怨 OK 好 那個 感謝 最後還是想感謝 感謝這一路上一直堅持到現在的你們 因為有你們一路上的堅持 我知道這條路都不太容易 相信有些學長姐也知道 那又或者是你們身邊的人也都知道 雖然你們這一路上都很不容易 但你們也都努力的撐過來了 因為有了你們 我們這兩位指導才能夠在這邊為你們講幾句話 有了你們的努力 這些觀眾才能在這裡 這些重要的人才能夠在這裡觀賞你們的演出 那 接下來就把時間還給他們 那希望你們 抱歉 我們康古社啊 最喜歡的就是熱鬧的場合嘛 對吧 對吧 各位喜歡姐 好 OK 好 那所以呢 也希望各位觀眾 今天 也不要吝嗇你們的掌聲和尖叫聲 讓我們一起來迎接我們凡零二十七屆的精彩演出吧 謝謝 謝謝 謝謝指導大瓜和柯萍 時間不早了 我要下班回家洗澡了啦 怎麼不洗澡還要亂講